可是你在外面有的時候 我第一感覺就很丟臉 很不專業 那我後來現在就變常在那邊 好了好了好了 沒事 深呼吸 冷靜 想別的好不好 想快樂的事情 歡迎康哥 各位朋友你們好 沒有那麼大壓力 他們今天也不用跑 因為我膝蓋受傷 所以我都用走了 不是你怎麼忽然膝蓋受傷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時候在做這個重訓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可以做啊 越做越重 你該不會硬舉什麼之類的 這樣 你有必要這樣 然後膝蓋受傷 受傷以後現在就 絲毫絲壞 所以就好好的養傷現在 那養傷的期間 又開了另外一家店 今天要好好的跟大家宣傳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講 我們有一個新的節目 叫來吧營業中 那是一個非常 沒有人性 現在是有偷偷在抱怨的意思嗎 沒有偷偷 公開的抱怨 然後呢 非常的辛苦的一個 但是我覺得蠻好玩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性 這個店的風格跟類型 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總共有六個人 對 其實 他們都沒有所謂的開餐廳的經驗 對 他們有做過很多別的事情 比如說 元昊開過衝浪店啊 開過修車廠啊 對 但是對於這種所謂的 參酒館這種實際下去經營的東西 他們的可能經驗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們多半都是做股東 他們並沒有在第一線工作 實際的參與 對所以說這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現在是已經拍完了 還沒 因為我們從去年就開始籌備這個節目 籌備這個節目其實蠻累的 因為他們就是到處跑 都會跑看了二十幾個地點 最後選上這個 選上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它第一個當然有view啊 第二個是房子夠古老 可以改造 可以讓我們做苦工 我們是這樣 我們去 我們先找到這個地方 然後把我們丟到那個地方去 我從那一時刻就想逃到現在 後悔接這個主持 然後後來 他們每天都勸說我 剛剛你就不要開車了 我說 為什麼 要幹嘛 然後說 你太辛苦 你不要開車 我們就有車去載 然後後來才知道 他們就怕我開車逃走 其實製作單位跟我們的認訊很寬 這個地方就給你們去經營 嗯 但它沒有規定我們要做什麼 那我們第一個任務 就是先把它搞乾淨啊 嗯 然後我們就開始找設計師啊 然後大家想要怎麼做啊 什麼風格 巴巴巴巴 然後廚房要做什麼菜啊 廚房要怎麼配置啊 然後外面顏色是什麼啊 就一路上這樣一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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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討論 但是剛剛你接這個節目的 這個實境 應該算是實境秀吧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 跟你以前接觸到的節目 類型差別很大 差別非常大 它工時非常長 我的老天爺啊 從開機到最後結束 應該是12小時以上 那你在現場都沒有發飆 這有什麼發飆 就是 就是錄的 沒有 我不怕工作 我以前會生氣是因為 呃 現場配置不當啊 然後東西準備沒好啊 或者是一大堆有人沒有很奇怪的事情 讓我們錄影停下來 那我當然會發脾氣 那這個你沒得發脾氣 它就一路很順啊 就一直拍啊 你就 你回頭看 譬如現在外面有很多攝影師 對 那他們都沒得發脾氣 我們發了脾氣 而且你們裡面就包含 袁浩哥 顏雅倫 鬼鬼 其實都算是一個個性 嗯 蠻 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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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們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嗯 你怎麼去整合 跟他們在一起比較不像說是什麼 呃 我帶著他們 而是 我把它弄成 合作的 成分 模式在裡面 成分比較多 可是12個小時如果錄影下來 一直都有情緒 誰誰誰誰的情緒稍微多一些 他們真的沒有累的情緒 你說一直都呈現在一個 他們就很開心啊 這樣咚咚西弄咚咚咚西弄 然後我就 你是不是應該休息一下齁 好也沒有人要休息 就算了是不是 然後我就去躲起來 你啊 那躲起來 機器有跟著拍嗎 沒有 我就躲到機器找不到我的地方 因為我沒有一個庫房 嗯 對 我就說欸我去庫房找東西 我進去就蹲在那邊 然後我跟你講我做了兩三次之後呢 我突然 被發現嗎 沒有我突然一台都 那邊有一台隱藏的機器 然後我就 我就乖乖出來 有一次就是我比較印象深 就是他們 在情緒上 呃 產生了 非常強烈的衝突 嗯 因為我覺得這種事情 你們自己 自己去消化 因為我那時候外面有客人 有客人 那客人一直叫 欸店長你要做什麼 店長 OK好 那我已經很忙 然後我旁邊帶的是佑婷 然後佑婷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一直在那邊就 一直看一直看 有一次看到一個前望鏡在那邊 我說好 我說沒關係 你不要急 我叫你幹嘛就幹嘛 然後那天我剛剛兩個在外面 然後我就聽到廚房裡面 我進去廚房是要拿東西 我看他們在吵 我說 嗯 我說欸 比如說我要拿一個湯 湯在哪裡 然後又回頭 嗯 贏阿倫也在生氣 嗯 我說連你都生氣了 嗯 好像有點嚴重 嗯 因為贏阿倫不太會 對他算是脾氣蠻好的 他不太會這樣子 或是他不會展現出來 對他會爭論一個事情 或者是他會有他的 他的立場 嗯 但他不會在言語上 這樣 你知道嗎 然後我那天走過去 我本來想說 欸你處理一下 我一回他的臉 那怎麼樣 欸 哇塞 連你都生氣了 那我就出來 我來弄 然後人家說 欸你們廚房發生什麼事情啊 怎麼那麼大聲啊 哇對不起你等一下 然後我就 我就進去 我就開門 我說我跟你講 你們通通給我閉嘴 我在做生意 是不是全部人下風 但是我講完我就走 後來我就跟他們說 我說你們有時候要把情緒 這個東西要擺在心裡 尤其是我們正在 開店 營業中啊 對 那如果說你說我們私底下 一群人在那邊 你愛幹嘛幹嘛 你要發脾氣 你要什麼事 其實我都覺得 這都合理 可是你在外面有人的時候 我第一感覺就很丟臉 很不專業 那我後來現在就變 常在那邊 好了好了 沒事 深呼吸 冷靜 想別的好不好 想快樂的事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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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